那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征电的主权 那么中国如何以海警执法为切入 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针对肘缩万吨海警船下水 日本军事评论家称其为怪兽 这是世界海上执法力量中从未耳闻的庞然大物 它一越超过了日本海上防卫艇排水量 7175吨的福岛号和囚经周号执法船 成为全球最大的执法船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艘万吨级海警船 有消息称海警2901最快将于明年春节前 加入我国海警编队 成为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工具 有报道称海警2901船将一改中国海警船 布装杀伤性武器的惯例 台北76毫米中口径速射炮 开门副炮和两艇高射机枪 目前世界上排水量3000到5000级大型海警船 已经很少见 海水量过万吨又装备如此大口径火炮 几乎是没有先烈 凭借吨位和火力的双重优势 海警2901不仅可以驱离普通的违法船只 还可以全面压制 侵犯我国主权执法船只 将成为我国维权执法的中流砥柱 此外海警2901船 还拥有两个庞大的直升机库 可以容纳大中型直升机 日常巡航中海警2901船 不仅具备空中侦察 驱离可疑舰艇能力 还可以空中运送受伤生病获救的人员 紧急情况下 海警2901船还可以通过直升机 快速出动特战队员 有分析认为 从海警2901船的编号可以看出 未来将隶属海警东海分局 将成为东海方向的维权利器 排水量1.2万吨的海警2901船 与已入役排水量达1.5万吨的 余政88船一起 构成了中国在东海方向的维权利器 在民事范围增强了 在东海方向应对岛征的力量 当然了 为了遏制日本采取军事冒险企图 我们同样再增强军力建设 促使军民手段配置更加的合理和强化 感谢观看